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卡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卡皮巴拉GO 好那旭哥啊就是一直在覺得這是大改版的 改了很多細部的東西 由於是這個旭哥一直分享的這個 刷錢BUG有被改過 好所以旭哥就錄了蠻多集影片來實測給大家看 花了很多體力目前總計花了好幾千體力 給大家看一下 看有沒有改掉一些小的細節 首先的是這個轉盤 虛哥一直覺得這個心育寶藏 出現的機率 還有就是他的 就是 中獎率一直在降低 原本是3倍 然後乘以20體 虛哥現在是用20倍的體力去跑的 所以是一次花100體 他覺得這個機率會降低因為3乘以20是60倍嘛 等於說官方是不是變相有把這個體力降低 我們來實測一下看一下 聽牌了 中了 這次中了14萬 所以感覺好像也還好 沒有像想像想像中那麼慘 但是後面有一些蠻非的紀錄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機率有稍微做調整 等一下來看一下 反正 虛哥有實測非常多體力就是 所以樣本數蠻多的 因為每天 跑的時候都會做紀錄然後錄一下 錄了大概可能 5天10天的 可能不到10天 至少應該快一個禮拜 這遊戲跑了可能快10天了 從開服玩到現在 有時候就會錄一下 現在已經賺到24萬 看有沒有就是突破極限 之前最高紀錄是刷30萬 看這次能不能突破 可能會突破喔 那這樣子可能這個 BUG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他這個幸運寶藏這邊 特別容易不中 這問題 序哥有發現 可能這個有調整在這邊 幸運寶藏這一塊 變得特別不容易中 這一場刷了差不多快32萬 給大家看 實測刷了32萬左右 然後再加上 40個寵物糧 那後面還有很多就是 序哥實測刷了 剛好把他統整起來 一集 給大家看一下 那片頭這個是序哥 最新 等到改版之後呢 然後 跑了幾天之後 最新刷給大家看 實測刷到差不多32萬 所以目前 統測下來應該是 還算OK啦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中間過程 蠻多蠻非的 就是整個總整理給大家一下 這個 數千體力呀 花了大概真的好幾千的體力去實測的 所以應該蠻有 就是參考價值 這個機率目前看來這個機率是 還算 可接受啦 可接受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 序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有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對話碼 遊戲的 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序哥也有新增蠻多 專區的 像是 賽車競速啊然後卡皮巴拉購這些專區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各種最新的攻略 虛哥來開20倍速啦 來 最高倍率開起來 看能不能再次 中大獎啊 來 幸運保障 有 看差一點 兩萬四 兩萬四 小賺 長寶圖來了 大寶藏 大寶藏 再一個 差一點 怎麼那麼難中大寶藏 哇 中了這個12萬8 現在來到15萬9了 竟然不是中大寶藏 這次單刷已經刷到16萬了也還不錯啦 17萬 18萬3000多 4000金幣 目前快要突破20萬了 歐角拿那麼多個 上面還可以拿金幣 上面好像也可以拿好幾萬金幣 現在正式突破20萬了 光是這樣刷就有一種爽感 果然開20倍速就是刷就是不一樣 又中一個轉盤 這個可以中兩次 巨哥不知道這可以中兩次 你看他這個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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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三 哇48000 哇單場刷到27萬了 突破天際啦 看能不能再繼續往下 27萬喔 28萬4 將近29萬了 給個號角 29萬啦 爽啊 即將 賣入30萬說 還順便刷到了這個很多資源 各位觀眾 一場 一場喔 直接刷到30萬6千4百元 突破天際了 一場就刷到30萬了 超屌 金幣 然後還有 這個裝備強化10 20個 還有20個寵物糧 哇 突破天際啦 30萬單刷一場就可以刷到30萬 30萬6千 將近31萬 真的很屌 哇太狂啦 好分享給他這個最爽的開刷 這一次真的突破天際了 一定要分享一下 太屌了 爽 好旭哥來開刷了 金幣開刷起來 刷起來囉 來 各位觀眾 刷起來 錢錢 4000 這次開20倍看看能不能刷到大獎 怎麼都沒有刷到那個藏寶圖啊 虧爆 哥的藏寶圖呢 虛哥的藏寶圖呢 這次有點虧耶 之前還刷到破紀錄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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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人了 給個機會吧 藏寶圖 現在還刷到五萬塊 也太慘了吧 有了有了 是時候該表現一下 三倍數 三倍 三倍 耶 看 差一點 剛剛差一點啊 會不會太扯 他剛剛那個 原本要拿到他突然跳掉 現在收到10萬 他剛剛那個差一點啊 真的會氣到耶 就差那麼一點點 剛剛差點撐你三說 哇 有點氣 好 這次刷到大概將近 快15萬的金幣 氣氣氣氣氣啊 氣氣氣氣 那可惜啊 差點刷爆啊 非洲人就是非洲人 好我們來刷一下王國保衛戰 來20倍開起來 拚一下 游力呢這個20倍 看能不能中大獎啊 有一集序哥大爆發 哇那一集真的超級歐 歐到一個不可思議 20倍然後再加上大獎那個獎勵會非常可怕 那前提是要中啊 第一個是要先出現有幾個前置條件嘛 第一個你要先出現長寶圖 這個前期就蠻難的說 你看現在到現在還沒出現 要出現大級然後大級要剛好轉到長寶圖 這個機率就不高了 但出現就賺爛 我們就是拚這個機率啊 人生就是一場好賭啊有沒有賭下去 55k 現在大概57000塊 這樣子這一次是有點小飛啊 小飛啊 來 來 來個長寶圖吧 哇 竟然 竟然連那個都沒有啊 他連轉盤都不給啊 太扯了吧 非洲到爆炸 太扯 好啊 這一次賺了 11萬多 11萬多 錢真的算少 寵物量有40個 然後重點呢 轉彈券 寵物彈拿到20個 但是 彌補了一點小小的損失啊 虧大了 這個真的虧大了 好來 20倍獎勵開起來啦 看能不能突破天際啊 人類的均勻 居哥來實測 就是剛好來刷一下 看能夠刷到多少 之前有刷到差不多60倍嘛 3倍再乘以他的我們20倍 就是用100體下去跑 體力多的時候就可以這樣跑 因為有時候拿到活動獎勵 像旭哥拿到活動獎勵嘛 體力破百的時候 今天的跑起來蠻非的 沒什麼特殊的 沒看到什麼特別的 都是一些 小獎 小獎 現在才到9萬多耶 還刷不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看能不能刷到什麼 好東西 現在來到快要10萬了 有了 終於有了幸運寶藏 看能不能刷到大獎 有有有 又跳掉 靠 整人啊 再整人就是了 被整了 好 這次刷的蠻普的 拿了差不多15萬 還有這個狗糧 蠻普的啦 好各位觀眾啊 旭哥又來狂刷啦 這次看能不能再次突破地表極限 來 帶著兩隻神寵 看能不能刷出一個新高度 因為完全是5克的嘛 所以這個資源對我們來講蠻重要的 尤其是這個金幣 20倍給他刷起來就是屌 屌哥從開服就講了這個其實是 算是最好賺 有有有 差一點 他剛剛那個明明就已經到了他又跳掉 感覺在整人是不是 他感覺那個在整人 那個差蠻多的 假如有重的話 再乘以3倍再乘以20倍 就差不多60倍了 因為3個一樣是3倍嘛 然後你再拿到一個 20倍的話就是60倍 60倍那個數量就很龐大 對那個60倍的金幣效率我們拚拚看說不定還有機會 看有沒有機會60倍啊 因為中3個一樣是 啊看又是差一點60倍 這一次拿到10萬了 60倍的倍率就是屌 又來了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看看能不能拚到 總該來一次吧 哇 哇又沒有啊 哭啊 但是已經中3次 虛擬寶藏也是蠻屌的 這個倍率也是非常高 3次虛擬寶藏也是60倍啊 因為你拿了3次嘛 拿了3次就是 3乘以虛擬寶藏也是60倍啊 再加上我們開20倍率 笑死 他用這個方式來補充我們啊 雖然說沒有中到3個一樣但是給你3次也是一樣啊 用物理直接滿足這樣 蠻好笑的 所以也是拿到60倍了 好 總共刷到18萬多然後20 因為我們寶藏拿3次嘛就是幸運寶藏乘以3再加上我們開20倍率所以是60倍的倍率沒錯 笑死 那假如是說我們 像這樣拿到3次寶藏又每次都中3的話那個機率算是不太可能啊 但是真的發生的話那個就很可怕那個大概就是 就是 3乘3乘以2 哇是180倍 我那個就屌了那個 好沒關係我們 賺個60倍是可以的 好各位觀眾 這次出了3次的寶藏 謝謝